欢迎收看 客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婉伦 每日一刻来帮头脑进步 里五探集报 受到周一的美股四大指数收红 激励台股今天开高走扬 那么盘面上又有什么抗震好股呢 近来日系外资在新出炉的科技产业报告中指出 建议投资人可以聚焦在库存、市站、多元布局、三题材 首选台积电、联发科、瑞誉等11档个股 由于IC设计厂去年强劲成长动能转移到供应链下游以后 今年上半年仍是积极的建库存 不过终端需求并不积极 PC和车用动能遭手机销售拖累供应和需求的落差 不过如果库存修正来袭 预估今年第四季起产业动能将趋缓 明年恐怕就会出现反转向下的态势 也因此微调产业预估哦 今年的上游晶片厂除了记忆体以外 预估营收有望年增20% 但明年2022年恐怕只会持平表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祝福大家投资胜利 我是婉伦 特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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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